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Apple Music 专为鼓点音乐而设的 Apple Music Classical 其实这个App 上年已经在欧美地区率先上架 不过 亚洲地区到今年1月才有得用 如果你本身是Apple Music的订阅 你就无需额外给任何钱 只要你下载这个App 就可以听到 根据官方的说法 在这个App中收录了超过500万首音乐 超过2万个作曲家的作品 支援192KHz 24bit无损音讯 以及Dolby Atmos全景声空间音讯 而且它亦会支援Android这个系统 即是说 基本上任何手机上 亦都可以用到这个App 在这个App中 你可以听到Apple Music里的鼓点音乐 它亦都是有一些独家的音乐 在Apple Music里听不到的 比如说是在亚洲地区上升的时候 御龙和上海交往乐团 上年才首映的清唱剧 《上海上海》 现在只能在Apple Music Classical里听到的 而Apple亦都宣布 它其实会和世界不同大的艺团合作 比如是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 维也纳爱沃和柏林爱沃合作 将来会推出不同的独家音乐 我亦都用了Apple Music Classical 几天 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 就是在它的搜索里 比如说 如果你搜索一个作品 我会形容它是多了一个选择 就是这个作品在这个App中 一共有多少个录音 你按进去之后 它就会推介它自己的一个选择 又或者是一些日本的专辑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它内 그럴容 那么多个录音 你مكن要选择这些弦琴奏命曲 如果选择一架纲最粉底 你лом Mode,按进去 Robin wäre的 搜索 might射出封面 甚至于封键内 就会收借了三首的不同纲 brokers 到底肯定能听到 大搜索或者给你听 只应是那首的ingu琴奏命曲 大搜索不能知道 在封键内收随的其他不同 你没有搜索 vagy 或者我不想听的同性 我觉得整件事是比较精简 因为在其他的串流平台 你一搜索一个作品的时候 它的结果有时会觉得都比较乱 可能它会搜索一些单曲 可能会搜索一些专辑 或者一些playlist 如果你是搜索专辑 它都会包整首的专辑 这样的 loop 出来 或者你是用artist 或者composer去搜索 它同样会出现 composer 最热门的一些录音 你可以按进去 就会在这么多录音里 慢慢选择你想听的一个选择 Apple Music Classical 本身拉表的分类也是非常专业的 除了一般常见的 不同的composer 不同的artist 之外 它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乐种 甚至不同的乐器 这个乐器的部分 更加是有些比较难门的都有 比如说是中提琴 老特琴 低南中音 不过有一些种类 我自己觉得好像不见了 比如说是女低音 或者是男中音 不过其实我在之前 也看过外国有些youtuber的介绍 它那时就提及到 都是没有一些乐器的 比如说是Tuber 但当我下载了下来 Tuber已经在了 我相信意味着 Apple Music Classical 它将来可能会不停的更新 会新增不同的乐种 或者不同的乐器 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显示曲名的介面 因为古典音乐 曲名有时都比较长 在其他的平台上 可能要时间慢慢滑出来 才能看到整个名称 不过在Apple Music Classical 我觉得是挺贴心的 例如它是会有作曲家的介绍 或者作品的介绍 或者有些例如The Story of Classical 一些playlist 收录了不同时期的音乐 给一些古典音乐生人们的朋友 可以去认识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 我觉得真的非常贴心 所以总结来说 我觉得Apple Music Classical 对于无论是你刚刚想试试听古典音乐的新手 或者你已经属于专家级的老乐迷 都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用过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好或者不好的地方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